2023年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出炉 您猜到了吗 芬兰连续六年拿下冠军宝座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 要感受到幸福 或者感受到寻常日子的平平安安 其实变得很不容易 忧郁现在是全世界非常严重的身心症 尤其是公众性的政治人物 美国有一个女性的参议员 她向选民揭露自己的忧郁病史 获得广大回响 美国总统拜登立抗美国的心理健康危机 偶尔看到激励人心的苹果串流平台影集 周一特别邀请这个影集里面的演员到白宫 一起为全美国民众的心理健康 呼吁努力 对英式足球文化 一窍不同的美国教练 如何用乐观态度激励球队走向成功 苹果串流平台美剧泰德拉索 错棚教练去世多 连续两年拿下爱美奖最佳喜剧影集 演员班底二十号来到美国白宫 与总统拜登讨论关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随着拒绝第三季才刚推出演员们参加白宫记者会 原来是总统拜登偶然看到播出决定和演员们合作 对抗美国的心理健康危机 以相信标语打动球员的剧情梗 也被贴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饰演教练的美国男星杰森苏黛西斯 除了在记者会上展现幽默 还安排了小彩蛋 由剧中演出记者的男星提问 估计美国美舞人中 就有一人受心理疾病所苦 开口寻求帮助并不容易 尤其对美国政界来说 揭露自己的内心问题更是一大风险 1972年密苏里州参议员依格顿 原本被视为当时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副手人选 但他因忧郁症三度入院治疗消息曝光后 失去了这个机会 前众议员派翠克甘乃迪 在担任公职期间饱受躁郁症所苦 但随着时代改变 风气也有所不同 宾州民主党籍参议员约翰菲特曼 近期宣布自己罹患忧郁症 住院接受治疗 获得总统拜登肯定他的勇气 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提纳史密斯 回忆自己年轻时经常情绪不稳 有时候他的世界仿佛一片黑白 将自己孤立起来不跟外界接触 直到30岁才寻求医师帮助 他最终选择药物治疗 花了很多年才逐渐恢复 但他始终不敢把这段往事告诉选民 直到2019年推动 扩大心理健康服务的法案时 决定现身说法 走出忧郁 不只要靠意志力 环境也很重要 联合国20号发表 2023年度的世界快乐报告 依照社会福利 收入和健康自由等指标衡量 芬兰连续6年 蝉联最幸福国家榜首 而排名第18的捷克 疫后的心理问题如何舒缓 也成为近期的热议话题 心理学家呼吁 不要忽视心理问题 勇于开口寻求协助 才是对抗忧郁的不二法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